在本影片中我们将会介绍如何在TK的workbench中嵌入Rsoft的模拟结构与模拟结果 好,所以在现在您所看到的是在Santoras TK中的workbench我们叫做SWB 那使用者必须先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下面建立Synasis的结构 也就是所谓的TDR档 我们现在开启TDR档,您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是用Santoras所开启的TDR 其中相关的结构与材料都已经在这TK中建立清楚,完全定义使用者 接下来只需要将我们的Rsoft计算结果迁进去SWB中即可进行模拟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将流程继续往下一步推动 结构计算完之后开始计算相关的电特性 相关电特性在计算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您可以去计算半导体的特性,可以去计算电特性 也就是所谓先使用Santoras先计算相关的结果 而目的就是必须要把这些电特性的结果汇入Rsoft的计算引擎中 所以您可以看到上面有Rsoft按钮,我们是使用Script的方式汇进去 开启结构后您可以看到在RsoftCAD中您不需要重新建立模型 即可以直接使用Rsoft的相关的结构进行计算 那我们使用简单的Script,因为在TK的中是使用Script的方式去进行相关计算的编码 确认Script后您可以点击OK,即可以开始利用Rsoft的BeamProp进行传播能量的分析与计算 所以您可以看到点击后,Rsoft的演算法的引擎非常顺利地迁入了SWB中 再次强调使用者不需要重新去建立相关的模型与材料 两者之间的转换是非常成功且顺利的 好,计算过程中左图您可以看到是使用BeamProp进行计算 那所以可以看到在传播过程中相关的能量与相位的资讯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我们同样也可以在中迁入不同的偏压的条件进行计算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Most Scan 我们可以用Most Scan去进行一些计算后分析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计算完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开启相关的模拟结果 那从这些模拟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 您可以把这些资讯再度汇回Santoras的Workbench中进行后续的分析与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资讯计算计算